主播稍早有消息传出 奇美集团的创办人许文龙 在今天上午已经离开人世 那么稍早 奇美集团也证实了这项消息 创办人许文龙的确在今天 上午的11点17分故事 讲奇寿95岁 那么目前 许文龙的家属和奇美集团 正在处理相关的事宜 将会尽快地对外发布声明稿 那么根据了解 许文龙是在1960年 到时候创立奇美食业厂 厂区逐渐扩大 是台湾排名前几名的企业 那么他对打造艺术品 也相当地感兴趣 喜欢从事演奏小提琴 以及曼陀琳 后来还因此而创立了奇美博物馆 不只在企业跟艺术方面 很有声望 在2000年台湾总统大选的时候 也公开表态支持陈水扁 不过就在那次大选之后 许文龙就逐步地淡出政治 根据资料显示在复比市 公布台湾50大富豪的名单当中 许文龙的资产净值 也被记载为15.9亿美元 排名第26 那么突然传出他离世的消息 也相当地震惊社会 或许有最新情况将持续地为您掌握 那么以上就来自台南消息 把镜头照给棚内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